注意看 这个老头有多狠 为了消除指纹 只见他拿出一瓶强硫酸 又把手闷得死死咬在嘴里 然后手指一下就插到里面 瓶子里瞬间发出呲呲啦啦声 听得人含猫直立 眼看差不多了 他又迅速将手指插进学历消毒 然后就是这么个狠人 还有那不长眼的小卡拉米敢招惹他 在一次帮人收账时 一个混混对着他就开始呜呜喳喳 他二话不说 直接拿起烟灰缸就把混混开了瓢 脸上还满是享受 完事还镇定了普隆普隆身上的烟灰 老大听说小弟被人揍了 急忙询问是谁干的 听到这话 老大也瞬间几倍发凉 但为了找回面子 他还是让手下把李丰田找了回来 仗着人多 本想讹点医药费 哪知李丰田就撒脱 气得老大直接抄起酒瓶就要动手 李丰田眼神也瞬间变得凶狠 只听里面叮叮噹噹哀喉一片 没一会儿 李丰田就淡定的走了出来 想抽烟时才发现嘴里还有个耳朵 凡是他出手 就没有要不回的账 因此老大也很器重他 可这回 老大赶紧又拿出一锣放到他面前 谁知李丰田还是鲜少 见他得寸进尺 老大直接拿出喷子 让他赶紧滚蛋 李丰田一看 好汉不吃眼前亏 起身掏出个破麻袋 把钱装到里面就转身离开了 老大高兴的拿过账本 赶紧放到保险柜里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李丰田竟反了回来 最终他还是没能保住小命 钱也被李丰田洗劫一空 而此时 李丰田还不知道 一个叫雪人的连环杀手 已经找了他七年 警察要是黑白两道通吃 得有多嚣张 不仅可以在警局随意打人 光凭名字就能把大哥吓尿 刚进来时混混还无比嚣张 根本就没把票警放在盐里 可当他看到盐良时 却立马怂了 别看盐良只是个小票警 黑白两道可都称他是盐王 就连局长都得亲自请他去办案 不久前雪人杀手再次作案 一名男子被跳成勒死绑在雪人上 现场除了半截没有烟走的烟头 和一张请来抓我的字条外 没有任何其他线索 更奇怪的是 二十厘米厚的鸡血上 死者被拖行二十多米 竟连半个脚印都没留下 眼看破案毫无头绪 局长只好把盐良请来 谁知他只是到现场简单瞅了瞅 就突然勒住同事脖子 使劲往后拖 直到二十米后才停下来 原来同样是拖行 可两排脚印却完全不同 如果死者是被勒住后拖行 肯定会有挣扎痕迹 可现场根本没有一点痕迹 严良推断 死者肯定是先被控制 然后凶手换上死者的鞋 再把死者拖到雪人那里 其实地上消失的并不是凶手的脚印 而是死者的 虽然他分析的头头是道 可林队压根就不相信 毕竟这只是猜测 严良也懒得辩解 让他等尸检报告出来后 自己去问问 我是不是胡说八道 打个电话去问 就在这时 林队接到法医电话 果然在死者护警处 发现一束电机伤 这下他算是彻底服了 可还没等说话 严良就提议早点说对 还让他们把雪人搬回去 啥你 你说啥 没听懂啊 我说搬 搬走 不安 搬 这玩意咋搬呢 是领导 看着他嚣张的离开 林队也只能照做 没曾想这玩意还真不好办 直到晚上才好不容易弄上车 谁也没发现 一个人影正在远处悄悄盯着他们 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出门 没想到刚坐上奥迪 一群混混就围了上来 面对混混不断叫嚣 女人瞬间吓得裤腰呆住了 她启动车子想要离开 不料更惹怒了混混 伸手就要抬车 好在这时 一个男人叫住他们 还说录下了全过程 眼看占不到便宜 混混只好留下狠话 转身离开了 当女人摇下车窗才发现 男人竟是高中同学郭宇 其实上学那混 郭宇心里就一直装着小如 只是没想到 昔日女神为了给哥哥治病 早已尾身于土豪 更不幸的是 前两天土豪竟被一个叫雪人的连环杀手杀害 而眼前 他还要受原配华解的讹诈 得知女神遭遇后 郭宇立马抓住机会 主动要帮他摆平此事 可他也是打中脸充胖子 只认识个有过一面之缘的黄毛 本来黄毛根本就不鸟他 可看到等在门口的小如后 立马就换了副嘴脸 然而要想平胜 至少得要十万块 眼看他把字母都吹上天了 小如还以为有戏 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殊不知黄毛只是个小咔啦咪 第二天他就让郭宇把卡交给黄毛 没想到晚上黄毛就来调理找他 谁已经和华姐约好 让他一会儿去乔下见面 为了不让哥哥担心 小如特意打包一份蛋炒饭 借口要去送外卖 临走还悄悄拿了一把水果刀 可等他来到桥下 却只看到了黄毛 根本就没见华姐的影 华姐来了吗 华姐 华姐一会儿就来 来 上车呢 随之刚上车 黄毛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慌乱中小如赶紧给郭宇发了个信息 郭宇看到信息立马意识到不对 把老板扔在路中间 就拼命朝桥下跑去 而此时 小如好不容易才逃下车 没想到黄毛又追出来 把他按在地上就要上嘴 好在危机时刻 郭宇及时赶到 嘎巴一转头就把黄毛开了瓢 而小如早已慌了神 手里水果刀疯狂扯黄毛刺去 等他清醒后 黄毛已经不行了 这时小如才意识到杀了人 为了帮女神脱罪 郭宇让小如快的离开 决定自己扛下所有 说着还想下水果刀要伪造现场 别动他 只见一个男人朝他们走来 郭宇赶紧把小如护在身后 没想到男人却说 两人虽不太相信男人 但想到能逃脱罪行 他们还是同意了 于是按男人指示 赶紧清理现场 谁知接下来 男人就让郭宇 用冰框砸断小如的腿 为了救女友 他竟用冰框 把女友小腿硬生生打断 然后按照男人指示 背着女友原路返回 途中再故意经过一处监控 男人还让他们到附近药店买药 尽量和老板混个两勺 而这只是伪造杀人证据的开始 深夜 郭宇和小如又到指定地点 与男人会合 男人把两人带到自己家 让他们把百元大钞叠成心形 顺便还帮他们想好了口供 因为警察要想查清真相 就需要人证 物证和口供 而人证除男人外 根本没有其他目击者 物证男人也会帮他们处理干净 现在风险最大的就是口供 所以男人让他们一定要牢记 就像真实发生的一样 隔天路人还以为天上真的下钱了 纷纷来桥下捡钱 直到打开车门时 警察很快就封锁了现场 可现场早已被捡钱的群众破坏 而收回的现金足足有四万多块 眼看找不到任何线索 警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事件上 谁知凶手捕刀态度 法医根本看不出哪个才是致命伤 显然接下来的调查也并不顺利 小如就让男人交的那样 说当时去送外卖 结果黄毛起了色心 他想逃跑 却不幸摔伤小腿 多亏过于赶来撵走黄毛 晚上还把他背回了家 当晚监控也拍到他们是在十点半离开 而十一点大哥还接到黄毛电话 更奇怪的是 通过尸检 确定黄毛喂了的蛋炒饭 是他们走后才吃的 一切证据似乎都表明他们不是凶手 让严良却总感觉哪里不对 他坚信两人一定和案子脱不了干系 于是又见两人带回警局 收集指纹 想跟现场找到的啤酒罐上的指纹进行对比 可结果出来后 却让懵逼的严良更加懵逼 指纹不但不是他们的 居然又是雪人的 现在案子又回到齐点 警察只能重新分析 就在这时 严良竟发现了电话的秘密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手机里的语音用软件拼接起来 然后打电话时对着话筒播放剪好的录音 就能达到以假断真的效果 这就说明 黄毛大哥接到的电话很可能是伪造的 可这些都只是猜测 再说死人又如何能吃蛋炒饭呢 眼看一切都说不通 严良只能排查当晚经过的车辆 没想到竟看到一个叫洛文的人 出去家 去哪啊 你们不是想知道 死人会不会吃饭吗 我去见个人 如果真是他的话 他能告诉我他 然而他还不知道 洛文其实就是雪人 他是警局最牛法医 仅凭一句八二年干尸就能找出背后真相 一眼就看出严良并没如实上报 眼看瞒不住了 严良只能说出实情 原来案件真凶是一名高中生 为了保护被家暴的母亲 而误杀了几夫 母亲为了儿子前途 决定替他顶罪 严良看他孩子本性不坏 才冒行为被原则替他隐瞒 没想到还是被洛文一眼识破 他因此被降职成了一名票警 而洛文也因这次犯案后悔终生 这天他刚回到家 发现妻子和女儿都不见了 警方通过调查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线索 不久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他始终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于是开始自己查找线索 果然让他找到一个陌生人的指纹 和一个没有烟左的烟头 根据线索他找到那人租住过的房子 然而除了知道他的网名叫雪人外 其他义无所获 就这样他辞去工作 漫无目的地找了整整三年 直到四年前他被查出患上尿毒症 没有多少日子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于是才以雪人名义开始杀人 在每一个被害者现场都留下那枚指纹 和一个没有烟左的烟头 希望以此来借助警察的力量找出雪人 没想到阴差阳错救了郭宇和小如 而炎良在排查车辆时 竟发现他也出现在附近 立马觉得此事更加蹊跷 于是他主动找到洛文 试探性地问 怎么让死人吃饭 没想到洛文听后丝毫不慌 还细细地给他解释 首先凶手把死者下巴抬起来 假装一种紧绝的样子 然后拿一根长长的棍子 慢慢地腻点一点地 把食物捅到死者背里 洛文的镇定 炎良一点也不意外 可当他得知洛文四年前患上尿毒症 严重到右手已经用不上救死 更加怀疑他肯定有问题 因为雪人正是四年前才出现 而且通过几庄案件的分析 可以确定雪人是个左骗子 杀人手法干净利落 然而在最近一起案件中 雪人居然要先把对方垫晕 再将其杀害 就连把尸体移动20米距离 都要休息三次 这就说明 现在的雪人身体非常虚弱 而眼前洛文所有特征都非常符合 可炎良也知道 这些都只是猜测 为了验证心中想法 他又找到郭宇和小儒 假装他们已经洗脱嫌疑 还说真正的凶手 就是连环杀手雪人 说着又把洛文的照片 摆到二人面前 果然 他们看到照片后 瞬间就慌了 炎良心里也有了答案 可现在还没有证据 只能放了他们 没想到小儒刚回去 就看到一帮混混在等着他 小儒根本听不懂男人说的是啥 眼看大哥的手要被卸掉 他赶紧拨通报警电话 这才把货货们吓跑 当郭宇听说 他们在找黄毛的东西时 忽然想起 黄毛死那晚 自己曾偷偷在车上 拿过一个手包 意识到不对 他赶紧翻出来 想看看里面有啥 结果发现 除了一个账本外 还有800多张 写着密码的银行卡 他知道这是一笔巨款 也知道是个烫手山鱼 果然 黄毛大哥张兵 很快就带人找上了他 原来 账本是火哥的命根子 本想让张兵 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谁知黄毛死那晚 张兵和黄毛一起吃了个晚饭 当时疼不出手 就顺手把包交到黄毛手里 走时又忘了拿回来 没想到当晚黄毛就挂了 所以他认定拿走包的 不是小如就是郭宇 可即使郭宇快被打成残废了 也没承认自己拿过 等他们走后 郭宇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卡列的钱全都取了出来 随后又找到小如 把当初给黄毛的10万块还给了他 小如还以为他挨打是为了自己 当场就要以身相许 没想到这时 严良拿着逮捕令找到了他们 可回去后 严良并没急着审问他们 而是把他们关在审券室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严良的圈套 逮捕令是假的 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恐慌 然后再施加压力 从他们嘴里炸出真相 果然听说小如全招了 郭宇开始慌了 看来交代只是时间问题了 可就在这时 洛文找不到的人已经察觉到异常 而且通过监控发现 他们被严良带走 为了确认他们是否还在警局 洛文拨通了严良的电话 同时用公共电话 拨通了小如的手机 听到电话那头小如手机的响声 才确定郭宇和小如已经被逮捕 他知道二人肯定扛不住严良的审问 而现在唯一能救他们的办法 就是证明他们不是雪人 于是他把张冰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果然闹市区再次发生联魂杀人案 瞬间引起了全民关注 也立马让严良的计划成了泡影 更可惜的是 他明知这是洛文为救郭宇和小如 会议使出的手段 却没任何办法 惠于社会压力 他只能将二人释放 重获自由的郭宇 不仅获得了女神的芳心 还得到了巨额财富 可还没开心三秒 他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注意看 这个老头是咋要账的 李丰田只给他三天时间 到时还不还钱 就搁他腰子 这时一个混混走了进来 看他长得埋了把胎 压哥就没瞧得上他 一屁股就坐到他面前 还像模像样点了个滑子 说着还想伸手抢烟 李丰田抬手就一大逼抖 婉胜拿起肩灰缸 对着脑袋就是一顿爆锤 老金瞬间吓得腰子直冒冷汗 等打满七七五十六下 李丰田才肯罢手 婉胜还淡定的用锦旗 擦掉手上的番茄蒸 眼看门口东哥死神 老金生怕腰子不保 赶紧打电话四处借钱 可一听是他 对方直接就挂断了 就在老金发丑屎 同事却给了他一颗救命稻草 他向老金透露 一个礼拜前 郭宇曾向他打听过黄毛 老金也忽然想起 那天晚上 郭宇把自己扔在路中间的事 立马猜到黄毛有可能是郭宇杀的 于是给郭宇发了条信息 想试探一下 没想到郭宇真的慌了 老金看到这一幕 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晚上他就匿名给郭宇打去电话 威胁他三天拿出一百万方口费 否则就把事情告诉警察 郭宇生怕事情败露 赶紧把藏起来的钱全都拿出来 按老金电话指示 放到了指定地点 就这样 老金拿到钱急忙还给李丰田 李丰田献他今晚必须还齐 没办法 他只能再次勒索郭宇 可郭宇现在兜逼脸还赶紧 无奈之下 他只好去找骆文 想让他帮帮自己 眼看骆文不想帮忙 他直接换了副嘴脸 你必须帮我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你就学人 没想到骆文根本不吃这套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学人 给我一百万 否则 我就报警了 骆文奉劝他好好想想 如果自己被抓 对他和小如都没好处 听到这话 郭宇竟起了胆心 他掏出一把四十米小刀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弄不到钱 又被老金不断勒索 郭宇简直要崩溃了 你吃啊 你吃啊 而此时 老金的最后一割稻草也没了 李丰田一看时间已到 二话不说 薅起他脖领子就往外拖 为了保命 他把黄毛和张兵的死 都按到了郭宇的头上 殊不知这更加快了他的死亡 李丰田把他弄死后 又往车里倒上汽油 直接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而清醒过来的郭宇 终于意识到勒索自己的人 很可能就是身边的人 于是他赶紧翻看账本 果然在上面看到老金的名字 可他来到公司才发现 老金已经消失了 而他竟从老金的烟灰缸里 发现一个没有烟灼的烟头 忽然想起了小如的话 就在这时 那个勒索他的号码 却突然再次给他打来电话 而李丰田正在门外 拿着电话对他招手 男人录下一场凶杀案 而死的其实应该是他 自从郭宇发现被李丰田盯上后 一直都提心吊打 为了以防万一 他故意打破暖气管 把室友海哥的床弄时 他知道海哥为人蛮横 肯定会霸占自己的床 果然一切都如他所料 等到深夜 李丰田悄悄潜入家中 为了确认床上的人是郭宇 他先拨通郭宇的电话 听到手机响声后 他才毫不犹豫的下了狠手 没想到竟上了郭宇的档 而这一切都被郭宇露了下来 等他走后 郭宇赶紧回来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 本想在网吧将就一晚 谁知第二天他刚睁开眼 就看到李丰田早已坐在身边 而接下来他将看到人生中 最恐怖的一幕 只见李丰田当着他的面 用铁锹把海哥的肚子 硬生生跑开 还说这样火化才不会爆炸 眼瞅着要轮到他了 郭宇简直快吓尿了 就在李丰田要动手时 果然李丰田在郭宇兜里翻出手机 看到了那段视频 说着就要再次动手 郭宇总算捡回一条狗命 可他并不知足 为了要回帐篷上那笔横财 他竟和李丰田做起了交易 不仅把洛文出卖得干干净净 还说要帮他除掉洛文 而此时 严良也给洛文做了个局 他每次杀人都在现场留下相同线索 无非是想让警方帮他找出凶手 于是他将记就记 先是全程查验指纹 让洛文以为警察开始行动 等时机成熟 他再以虚旧之名来找洛文 谎称已经找到雪人 临走又故意把雪人资料拉下 看着沙发上的资料 洛文明知可能是严良的圈套 但为了找到雪人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他也不愿错过 何况自己没多少时间了 他根据资料来到一家工厂 而等他的果然是严良 然并落 他还是没证据抓捕洛文 最后洛文给了他一个 让自己认罪的机会 就是帮他找到真正的雪人 根据洛文提供的线索 很快警察就找到一个神婆 原来当年洛文追查雪人时 还发现一个嘎拉哈 可始终都猜不透和雪人有啥关系 直到这一天 严良儿子小冬来警局玩 看到嘎拉哈后 一眼就认出有人拿着东西算命 果然神婆看到后 立马变得神情紧张 因为这是死人骨灰做的 是专门用来给死人算的 方圆几百里只有一个女的会 可他早就死了 但听说他留下过一个孩子 在火化厂工作 那人正是李丰田 警察赶紧前往火化厂 而此时 李丰田刚好接到郭宇信息 同时洛文也接到了郭宇电话 不久后 洛文就见到了这个找了七年的仇人 也终于知道了原因 还记得七年前 洛文凭一句干尸 就把母子抛尸案成功翻案的事吗 后来他从同事嘴里得知 那个孩子在看守所自杀了 母亲也受不了打击 不久就病逝了 没想到这番话 恰巧被送他们回去的李丰田听见了 此时 洛文已从兜里掏出真广 然后故意找借口接近李丰田 趁他分神 冲上去就要拼死一搏 可惜却被李丰田死死搬住拇指 直到最后 他也没能为妻女报仇 眼睁睁看着李丰田离开了 当严良找到他时 洛文用最后一口气 敲出自己的电话号码 可严良在他身上并没找到手机 立马就猜到 一定是洛文把手机留在了李丰田身上 果然 警察很快就根据定位找到了位置 但仍没见到李丰田的影 反而在垃圾桶里 发现了小冬的尸体 男人拿出一瓶强硫酸 拧掉瓶杆 又把手套塞进嘴里 然后手指一下就插了进去 把小冬瞬间吓得裤腰呆住了 缓过神后 他赶紧拿出电话 哆哆嗦嗦想要报警 可还没等说话 李丰田就已出现在身边 原来小冬刚刚在路上 无意间碰到李丰田 忽然想起他就是严良要找的人 于是便偷偷一路跟着 没想到却惨遭李丰田毒手 严良知道后非常自责 后悔当初承诺小冬帮他考警校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不会插手这件事 更不会丢掉小命 现在小冬和乐文都挂了 虽然警方通过乐文留下的罪证和自白书 能把雪人按劫了 可真正的雪人李丰田仍然逍遥法外 眼看警局不能再继续追查 严良直接辞掉工作 决定以自己的防止和李丰田干到底 而此时的郭鱼已经彻底黑化 小如哥哥一直不同意他俩在一起 于是他就私下找到哥哥 故意把两人杀害黄毛的经过告诉他 还胡乱捏造事实 说孙洪运就是小如花钱顾黄毛做掉的 这样一来黄毛的死 就变成是小如杀人灭口 哥哥联想到小如最近的反常举动 不仅轻易相信了他的鬼话 还暗暗做了个决定 当天他就给警察送去一封自首信 承认黄毛和孙洪运都是他杀的 随后便服毒自尽 一切证据都表明是畏罪自杀 就这样除掉哥哥后 最大律师事务所的老板 对小如也不再像从前那样 就连他哥哥的忌日都不想去 无奈小如只能一个人去祭拜 没想到却碰到来祭拜洛文的颜良 他本不想和颜良再有瓜哥 听他提到哥哥 小如还是决定和他聊聊 颜良告诉他 你哥根本就不是警方怀疑对象 却突然站出来替你顶罪 可他连杀死黄毛的凶器都拿不出来 一句话似乎点醒了小如 但他始终不相信那个人会是郭宇 不过晚上他还是趁郭宇睡着 偷偷解锁郭宇的手机 当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他瞬间被吓得空腰呆住了 因为上面正是李丰田勒死海格的视频 而此时为了逼李丰田就范 颜良决定用自己当Uan 引出李丰田 于是他天天都赖在郭宇公司 逼他说出李丰田下落 刚开始郭宇还能装下去 只是找几个混混把他教训一顿 可时间长了 郭宇也怕事情败露 就想接李丰田的手除掉烟梁 没想到李丰田也不傻 根本不吃他这套 郭宇吓得立马闭上了嘴 可等他晚上回到家还是出事了 竟在地上发现一个没有烟走的烟头 而小如也不知所踪 他赶紧联系李丰田 威胁他放了小如 否则就去报警 可等了一宿仍没有回谢 确定他不会放小如回来后 郭宇已经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独自跑路 谁知他刚打开门 就看到小如站在门口 为了测试男友的中程度 他先让外面小哥送来一条香烟 然后拔掉过滤座 反向放进嘴里 伪装成入室绑架现场 等男友发现后 他再给男友打去电话 郭宇 快 快报警 快 随后又偷偷跟着男友 看到男友把车停在警局门口 他终于确定男友是爱自己的 本想马上给他打电话 谁知男友根本没下车 竟掉头离开了 更可恨的是 他还想丢下自己 独自跑路 小如终于看清了郭宇 是你害死了洛文大叔 是你害死了我哥 我不想和你再说了 自首吧 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他 可郭宇哪里肯干 还说警方根本没有证据 见他死不悔改 小如直接拿出一把水果刀 正是他们杀害黄毛的凶器 这下郭宇彻底怂了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小如差点就相信他的鬼话 没曾想这都是装的 趁小如分神 他一把抢过水果刀 立马就变了负罪恋 却没想到这也是小如提前准备好 那不过就是家里一把普通的刀 而真正的证据是刚刚录下的视频 并且已经同步到了网上 气急败坏的郭宇一把抓住小如格子 可他就是个小人 根本没那个胆量杀人 他疯了一样把所有事都怪在李丰田身上 还说要弄死李丰田 可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李丰田不知何时已站在了门口 他把小如绑到一个工厂 然后递给郭宇一个遥控器 逼他控制1800度铁水 亲自杀了小如 此时郭宇已经快吓尿了 但在李丰田的威胁下 他还是把遥控器对向了小如 幸好严良及时赶到 控制住李丰田 而这时郭宇又来这了 严良开枪了 他不断怂恿严良开枪 你想想 洛文的全家就是他杀的 他还杀了你的孩子 眼看严良要坚持不住了 小如赶紧睁开绳锁 叫醒了他 别开枪 我有证据 严良一分神 李丰田就想趁机夺枪 两人撕扯半天 最终还是被李丰田抢了过来 就在关键时刻 小如赶紧拉下电闸 等李丰田打开电闸 严良几人早已逃跑 只在地上留下一滩血迹 李丰田顺着血迹四处寻找 而此时 严良几人就躲在车里 眼看找不到他们 李丰田就打开所有器官 想把他们逼出来 没办法 严良只能把龟宇绑起来 然后让小如看着他 自己则就引走李丰田 给他们创造逃跑机会 谁知刚出来 就被李丰田逮个正着 好在连队及时赶到 这个恶魔最终受到了 应有的惩罚 而另一边 郭宇也知道 自己将是怎样的结果 于是主动撞向小如手里的铁枪 看着死在怀里的郭宇 小如伤心的痛哭起来 殊不知 郭宇已经坏到了骨子里 等警察准备来给他收尸时 竟发现尸体不见了 好在最后 他还是没能逃脱警察的追捕 真是罚网恢恢恶不漏 好了伙伴们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支持 我们下个剧见